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立法委员刘世帆委员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台南党主席刘彦德主席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持人 大家平安 星期六被罢免了 那么陈伯威说他还有七天要当立委的时间 今天他也要到立法院来质询 他说这次的罢免就像是社区的棒球队 对上职棒的洋鸡队一样 他说他没有输 遭罢免后的第一个工作篇 陈伯威照常来到国防外交委员会质询 民进党立委纷纷上前打气 又是拍肩 又是拥抱 鼓励他别丧气 我们来看现在疫情指挥中心最新的进度 跟我们指挥中心发言人 专恩祥发言人 还有我们医疗应变组的罗一军 副主长一起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先就疫情的部分 先跟大家做报告 那今天有两位本土的案例 第六位境外移入的部分 有一位死亡的个案 那今天两位这个本土的个案里面 16485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男性 那是在10月24的时候 因为要陪病需要 所以他做了一些裁剪 那CT值是33 那Igm是阴性 IgG是阳性 那匡列的五位 那有匡列一位 那这匡列一位的部分已经做了PCR的检测 也是阴性 那另外一位16486的40多岁的男性 是10月23号因为其他的原因因素 那进行了裁剪 那CT值是37 Igm是阴性 IgG是阳性 那匡列的五位 那我们也已经全部做了PCR的检测 也都阴性 所以就这两个案例 个案来讲 我们对目前来说 就整体的疫调 对社区的影响 并不是很大 那另外六位境外移入的部分 为两例男性 四位女性 那年龄呢是十岁到五十多岁之间 那分别来自英国 美国跟印尼 那这些入境的时间是从10号到22号之间 这几位都是持有三日内的PCR检测的证明 另外死亡的一位是 他是之前 这位个案是12235 他是八十多岁的男性 那有慢性病史 及这个相关活动的接触史 那六月八号 因为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 那就医裁剪 那开始住院治疗 7月23 他是在7月14的时候 就已经符合可以解除隔离 那7月23返家 已经出院返家 10月1号因为身体不适 在这一段时间 他在这一段住院的10月1号开始住院的这段时间 也有做过多次的踩血 那PCR检测也都是硬性 那10月22来不幸离世 所以这个是就 今天疫情的部分 另外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昨天两天 就周六跟周日 这一段 假期的时间 10月23跟24 那两天总共全国接种的疫苗 有49万8628剂 那目前人口的涵盖率 有67.71% 那济次人口比呢 也是95.10 所以我们也一直往这个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来做进行 那另外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目前我们在第十二期 第二阶段 那BNT第一季的预约的状况 截至1点的时候 那符合BNT第一季 符合资格的有93万2724位 那已经完成预约的有53万6948位 另外针对 第十二期的第二阶段 莫德纳第二季的部分 符合资格的有55万7531位 那已经完成预约的人数有23万7111位 所以 也提醒大家 这个 还没有预约的就紧述来完成相关的预约 好 今天的报告就先到这边 那看各位媒体有什么需要询问的部分 来 台式 长官好 台式提问 想问一下就是疫苗 预约的部分 因为其实像今天十二轮的部分 其实有卡住的状况 然后其实有民众也是抱怨说好像这个问题 一直都没有改善 然后不知道我们怎么看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想问的是说第二阶段 什么情况下 会再加开预约的名额 那目前有预计是会加开到哪边吗 谢谢 好 媒体在 出刚开始预约的 一开始刚开开启的那个时间 民众其实都会以那个时间为主在涌进 那这一块我们一直跟系统厂商有沟通 那大家也发现我们在最近的几期其实都有依照 采用分流的方式 将大家预约的部分尽可能的协助 符合资格的民众 我们就用这个 技巧的方法来做分流 就是希望可以避免这种塞车的状况 那今天早上 还是有一点所以 不过没有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作 所以那个大概大家几分钟之后 大概大家都可以可以顺利去完成预约 目前就是我们有观察到BNT的部分 那 有预约资格的有93.2万 那到目前为止有 有53万6千人有完成预约到1点的时候 那这个大概是57.6% 那我们还在估计啦 就是说估计这93.2万人 可能最后的预约的人数大概是63.7万 那所以我们大概还可以再开放 大概27万人 所以目前大概估计可能初估大概可能可以 再开放就是有新增 填这个医院登记要选BNT 最近的大概30岁以上 大概28.6万人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在做最后精算当中 那AD的部分 也是一样 我们也 不过因为他现在其实还没开始预约 所以我们目前初估还是大概可以开放20万人 我们可能要AD的部分 可能要看明天预约状况 再来做最后的一个说明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上一次还是也有跟大家说明过 我们在12期第二阶段的分流的部分 今天是10月25号到10月27 那我们在分流上面是BNT的第一季跟莫德纳的 第二季 那明天呢 10月26号的上午10点开始也一样到10月27号的中午 那我们是AD的第二季 AD的第二季预约 所以请大家去 明天开始的AD的第二季也会加入到这个预约的 这个部分来 来 三例 市长好 三例提问 想问一下那个案16486 这个本土个案10月23号因为其他原因进行 裁检 这个原因是什么 什么是其他原因 然后今天这两例本土个案是否有接种过疫苗 谢谢 好 16486 它是因为就是要陪产的关系 生产的产 所以呢 也是就是陪病的一种 那是陪产 所以进行了 在医院要求之下进行了裁检 那两位都曾经在过去有接种过一剂或两剂的 疫苗 那案16485在7月跟10月总共接 接种了两剂的AZ的疫苗 那16486的话是在7月底的时候有接种过一剂 AZ的疫苗 那因为目前研判起来都是属于这个比较久远的感染 就是非近期的感染 因为他们的病毒量偏低 然后IgM阴性 IgG阳性 所以这个可能跟这个疫苗的这个相关性来讲 有可能是在打疫苗之前就已经感染到 或者在两剂疫苗当中的间隔当中感染到 这个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疫调在釐清个案的来源 好 请公事 副主委官好 想请教一下 一样是想请教今天新增两例本土个案 因为两例的IgG都是阳性 不晓得他们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有没有双北的接触史 第二个想请教一下 所有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通报以及死亡的个案 谢谢 这两位分别就是新北市跟台北市的居民 然后16485市住在新北 16486市在台北 那当然他们的活动地工作地 都是在双北地区 所以我们是没有额外再多问出到 就是说有像职场的群聚 或者是家庭当中有确诊性 这些都有问 但是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关联性 所以目前来讲这个 是不是在社区当中曾经有过怎么样的接触 而传染到这个目前 是需要再进一步的疫调来设法 看能不能找得到 那10月22号到24号 总共新增了151件的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 那有69件是非严重的不良事件 另外有7件是死亡 还有75件是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 那死亡的部分在7件有2例是A例 4例是莫德纳 还有1例是BNT接种后 的死亡 那 所以详细的部分就是22号到24号之间 有新增2例 A例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联齡是58岁到89岁之间 那是接种疫苗后5天到8天之间发生 那同期间也新增了4例莫德纳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联齡是57岁到82岁之间 那是 接种疫苗后1天到93天之间发生 另外同期间也新增1例 BNT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年龄是15岁 那是接种疫苗后21天发生 以上 好 请环玉 而今天这个疫情最新的进度呢 是新增2例本土案例 境外一路是6例 死亡是1例 那么这两个本土案例当中 刚刚听指挥中心提到的似乎感染源在哪里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很明显这个疫情还是请大家要谨慎的面对 口罩 请洗手一定要做好 今天整个题目呢还是来谈到的是星期六 那么台中第二选区的经济党委员陈柏维被罢免 那今天陈柏维仍然到立法院来质询 他说这次的罢免像是社区棒球队对上了职棒的洋鸡队 他没有输 你有什么心中吗 好 首先我要感谢委员过去这次党外的时间 对教委会支持和积德 遭罢免后的第一个工作天 陈柏维照常来到国防外交委员会质询 民进党立委纷纷上前打气 又是拍间又是拥抱 鼓励他别丧气 用棒球形容罢免战 因为这回赞成和反对的票数 差不多五千票 陈柏维也预告 接下来激进党会在补选战继续推出人选 我现在是一比一平手还有第三场 我只是前两场先发丢完 手臂燃烧过头第三场不能下场 现在第三场看要派谁出来打 我们一定是全力支援的 中二选区即将上演补选战 但在台北中正万华立委林昌作 也正面临下一波的罢免战 如果说这个罢免他们真的这个 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审查通过的话 我想我们还是会做好准备来应应 林昌作和陈柏维立愿抢遇时互相打气 但从王浩宇 黄杰到陈柏维 报复性罢免一波波 也让要不要修改选霸法提高罢免门槛 再度掀起讨论 朝野都反对现在就修选霸法 但也认同罢免制度需要检讨 否则恐怕报复性的罢免一再上演 好 这次整个罢免投票的结果 我们来看到同意的票数是77899 不同意是73433 意思就是说不希望陈柏维罢免 也有将近四成八 其实非常多 我们来看我们说这个大乌龙地区 我们台中的地区 你看刹落 龙杖 台都 乌云 武风 包括在乌日这一区 同意是15375 不同意是16037 意思是说在乌云这大家 也是很多的乌云 甚至更多的民众 不要陈柏维被罢免 所以其实如果以大乌龙地区来看的话 激进党也好 陈柏维也好 他还是具有一定实力在的 那为什么会选输 原因到底是说这个战术评估错误 有人说有什么 因为你逃跑政策三天 民众都要把他站台都没来 都没说希望不要站台 这个是战术的问题吗 或者是这个严宽恒加势力真的太厉害 还是说年轻人没有回乡 星期六的时候我也回台中去 天气真好 但是国际真的没什么人 是不是 年轻人都没回买 那么抗中保台这个策略 是不是失灵 我先来请问 我们台中在地 我们台中的这个黄首达议员 你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罢免 是 其实刚刚在影片里面 陈柏维立委 他有表达 就是他对于 这个台中中二选区的选民 感到骄傲 他认为这社区队跟洋鸡队 这PK 能够打出这样子的成绩 其实已经很不简单 我们如果就同意票 和不同意票的这个数字来比较 相差大概四五千票的这个数字 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大家要知道 当初在中二选区 陈柏维立委能够当选 其实那个时候 配合着整个总统大选 立委大选的这个局势 那投票率非常的高 非常多年轻人外地的学子 回来投票 才有这样子的结果 那这一次呢 单一的这个罢免投票 能够冲到这个五成多的这个投票率 然后能够仅以几千票的差别 落败 我想其实就结果来说 单纯就数字来说 这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且其实也让很多人 就是出乎意外了 甚至到底 就是国民党或者是严加的势力 在这个地区 是不是还这么的庞大 这一次的罢免投票 其实让很多人产生了质疑 这个是一个很意外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 必须承认 这一次的罢免投票 无论如何 对民进党 对激进党来说 确实就是输了 那输了就必须要检讨说 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事后来看 这个战略战术呢 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 这错误其实 也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当现在呢 这种报复性的罢免 开始层出不穷的时候 我们面对这样子的罢免案 我们势必还是要回归 正面对决 因为其实在当初 因应这个罢免投票的时候 有很多的讨论 很多的声音 甚至有很多人在思考说 那是不是 我们要想办法让热度降低 来避免就是说 这个同意票超过 25%的门槛 那在过去的罢免投票 这种投票行为里面 这样子好像是有道理的 但是回过头来看 从今年年初 王浩宇的罢免投票 黄杰的罢免投票 到现在 陈柏惟的罢免投票 就可以发现就是 很快罢免投票 当他陷入到这个 暴富的格局里面的时候 他会变得越来越激化 甚至像国民党后来 开始号召全党霸易人 这样子的气势出来的时候 他势必没有办法去做理性 和就是公平的这个讨论 那在这种状况里面 那紧张局势就会越来越提升 那也会导致说 他的投票率势必会冲高 那我想 如果真的要说 什么错误的话 其实很大一部分来自于 我们过去在面对 这个罢免投票的 这个判断的时候 可能会太低估 就是民众出来投票 你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正面对决 那没有正面对决的意思就是 那个力道不够 那个力道不够代表 激进党没有完完全全 跟民进党合作 是这样吗 我倒不会认为说 是没有完全合作 因为这个过程 大家要知道 罢免投票在台湾出现 开始这么频繁 也是这几年的事情而已 所以其实大家对于 这个投票行为的判断 还没有那么的准确 所以你认为激进党本身 没有用权力来面对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次的 罢免投票里面 民进党和激进党其实都非常的认真 也非常的努力 因为我们自己在台中 有非常多 即使不是在地的议员 民进党议员 其实也都特别陪同薄围 就是一起来参加苦力 你有去我记得 一起参加那个座谈会 然后一起就是来加油打气 因为其实我想大家也是意识到说 当今天国民党把 这一场罢免投票上升成一个 全党8亿人这样子的格局 然后不断的去透过像是抹黑啊 栽赃造谣 人格抹灭这样子的 污贼战术 来去激化这个选情的时候 其实他影响的 不只是薄伪这个人 也不只是激进党这个党而已 他其实影响的也是 整个台湾的选举文化 甚至是影响到我们整个民主的价值 所以这次很多人站出来 我觉得不只是认同博伪这个人而已 也是觉得说 我们的罢免投票 他是民众的权力没有错 但是权力不应该被滥用 权力不应该被拿来当作 报私仇 报复仇恨的工具 所以这一次 虽然是输了 但是我想在过程里面 有很多东西是值得 我们去反省 去检讨的地方 但这也提醒了一件事情是 但未来 我们不管是罢免还是公投 一旦被上升成 这种斗争的场合的时候 不管是民进党还是激进党 我们终究还是必须正面迎战 我们必须积极的去回应 甚至对于现在国民党 所习惯的这一些抹黑造谣 人格毁灭的这一些乌贼战术 也必须要有更积极 更准确的回应 才有办法来让 这种负面的选风加以遏止 我们在地黄首达议员说 不能冷处理 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个 报复性的罢免的话 就一定要热处理 一定要尽全力 稍后回来之后 我们要请到 早期 也是在台中关建户博物 过去刘世芳委员 来看看这一次 有关于罢免的后续 稍后回来